根据收定后的私隐条例 如果资料当事人因为资料使用者 违反条例的规定而蒙受损害 包括感情的伤害 在私隐专员认为合适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私隐专员的法律协助 去有关的资料使用者申杀补偿 协助的形式包括提供法律意见 以及在法律诉讼中代表受惠人士 在以下情况下 私隐专员可考虑为受惠的当事人 提供法律协助 除民事诉讼程序杀取赔偿 1.有关个案带出一个原则性问题 2.就案件的复杂性 资料当事人相对于资料使用者的位置 期望资料当事人在无协助下 处理有关个案是不合理的